妓女第一次在大街上懒客 就被一个外国壮汉盯上 对方痴迷地看了她好久 随后洋装出租车司机骗女孩上了车 可实际上 山姆只是单纯爱上了这位东方面孔的女孩 她将莉莉带回家里 却对她没有丝毫恶意和不敬 甚至还拿出珍贵项链向她施爱 而随着日复一日的相处 莉莉也察觉到山姆是个好人 可她刚想答应对方的求爱 就想起自己特殊工作者的身份 强烈的自卑感让莉莉不敢接受 恰逢此时 曾经接待过的顾客忽然扔出了她 甚至想要将她强行带走服务自己 关键时刻 山姆忽然赶来救下女孩 可同时 她也遭到对方的嘲讽和妥骂 听着男人对莉莉的侮辱 山姆第一次对女孩的身份产生了好奇 在她的追问下 莉莉终于答应对山姆坦白一切真相 甚至还说出自己有一个女儿的事情 原来为了防止莉莉逃跑 黑心老板还故意让她怀孕 生下孩子用来威胁她乖乖听话 这些年来 莉莉为了女儿只能忍气吞声 她担心自己会被老板抓回去 更害怕山姆会嫌弃自己 可她没想到的是 男人的眼神里除了心疼外便再无其他 因为山姆知道 爱一个人就应该爱她的一切 她心甘情愿接受女人的悲惨经历 可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竟会因为莉莉招来巨大祸端 这天她刚刚把车停到路边 莉莉的老板忽然冲了出来 她用绳子狠狠擒住山姆的脖子 逼问她女人的藏身之处 可山姆却咬紧牙关死活不肯配合 老板不敢对山姆怎样 只能有声一计 谎称自己其实是莉莉的表哥 那天殴打莉莉 也是因为她不管孩子 每天只会到处偏人赚取不易之财 为了自证清白 她还将山姆带回家中 叫出莉莉的女儿作证 可当山姆真的凑到女孩身边 让她大胆说出实话时 表哥又慌忙呵斥女孩回屋睡觉 虽然对方的滑落动摆出 但山姆还是心生意斗 她害怕莉莉真的是个骗子 也担心孩子失去母亲后会着急 于是回家后便主动提出 让莉莉回表哥那里看望 然而因为语言不通 女孩并没有理解她的好意 反而认为她在赶自己离开 随后便伤心欲绝地上了表哥的车 可莉莉不知道的是 自她走后 山姆便陷入无尽的相思中 她变得无精打采 脑子里全都是女孩的身影 甚至有些后悔相信表哥的话 为了找出真相 山姆决定带上自己所有 继续将莉莉救出来 可当她去柜子里拿钱时才发现 存钱的盒子居然不见了 妓女第一次接待外国客人 就迫不及待冲进于是洗走 紧接着故意裹上鱼精 出现在对方面前 大胆的行为将外国壮汉吓得瑟瑟发抖 随后红着脸匆匆离开 对山姆来说 爱情只有两厢情愿才能彼此交付 她希望用自己的真心打动女孩 却没想到莉莉居然真的是个骗子 她刚刚离开 山姆的存款就不一而非 而更让她失望的是 有人在她车上安装了追踪器 山姆怀疑这一切都是莉莉和表哥联手所为 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是好 思虑在三后 她最终来到警局选择报案 可当她将表哥的照片拿给警方看时 却被告知这人是个拐卖妇女的通缉犯 山姆这才恍然大悟 自己一直以来都错怪了莉莉 她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相 而她则触犯了情侣间最危险的新人打击 此时的山姆懊悔不已 好在四处打听后 她终于找到了表哥所开的会所 为了不引人注意 山姆装作客人特意点了莉莉 时隔多日 这对有情人再次相见只觉得黄狗格式 可惊喜和甜蜜过后 莉莉却又催促山姆赶来离开 她害怕男人被老板发现遭遇不测 但还不等她把话说完 老板便带着任何武器闯了进来 山姆被按在地上动弹不得 但为了救出所爱之人 她心甘情愿掏出自己的宝马车钥匙交给对方 希望用这仅剩的财产换来莉莉自由 老板原本并不满意 她还想要更多 可谁知警笛声却在这时突然响起 眼看别无他法 老板只能匆匆接过钥匙逃离了这里 山姆安然无恙 而莉莉和女儿也终于重获自由 一家三口再也不用经历磨难可以永远在一起 而山姆也在柜子底下 发现了自己不小心掉落的钱盒 至于那朗宝马骑车 很快就被警方追回归还给了她 而老板也因为罪大恶极 被判出了死刑 这段绝境中产生的爱情 终于因美好而结束 小伙伴们觉得 他们会幸福吗 妓女惬意地躺在床上 尽情展示着傲人曲线 只要客人满意 她就能获得大笔小费 可转身的一瞬间 莉莉却发现眼前的男人竟是自己的前男友 虽然有些震惊 但她还是遵守着职业操守 可关键时刻 男人却忽然握住她的手 说要将她救出抹库 原来莉莉根本不是心甘情愿做这份工作 她本是个传统的中国女孩 却因为家里太穷 相信了黑心老板的话来到美国梦想着赚大钱 可让她绝望的是飞机杠一落地 老板就将她囚禁起来 强迫她做特殊职业 以此来海清为出国所花的债务 从此里里变成了对方的赚钱工具 甚至连休息的时间都少得可怜 直到这天深夜 工作完的她因为太累不得不拦下一辆出租车 可不巧的是 司机山姆根本听不懂中文 来接我的 你是司机 看着男人有些痴迷的眼神 再看看对方那豪华的宝马轿车 莉莉瞬间感到一丝不安转身掉头离开 可她没想到 山姆再见到她的第一眼 就被这个美丽的中国女孩所吸引 她或忙开车去追 又找出翻译软件 随后用别角的中文告诉女孩 自己是个正经司机 并在三保证可以将她送到目的地 眼看男人没有恶意 莉莉犹豫在三后还是上了车 一路上 山姆总是在找各种话题想要跟女孩拉近距离 可因为语言不通 她的是好反倒让莉莉有些烦躁 她冷漠的一言不发 到达目的地后便匆匆起身离开 可还没走多远 就被凶恶的老板抓住一通报答 这一切都被不远处的山姆看得正招 虽然不知内情 但她还是勇敢冲上去救下女孩 随后在老板的叫妈声中开车逃离 无处可去的两人只能来到山姆家里暂避 虽然知道男人是出于好意 但莉莉依旧对她有所防备 她紧张地四处打了 生怕发生什么意外 而山姆显然比莉莉还要紧张 以至于连请客人喝水都不记得 看着窘台频发的男人 莉莉终于一点点安下心来 此时的她早已疲累不堪 只想洗个澡好好休息一下 可谁料刚准备回卧室 就和山姆撞个正招 这一刻 一种暧昧的情愫忽然在两人心里爆炸开来 但让莉莉欣慰的是 她没有对自己动一点坏心思 甚至还在第二天一早 主动断来饭才把她照顾的体贴如微 这是莉莉离家多年里 第一次感受到温暖和爱意 看向山姆的眼神也愈发柔和 身体恢复后 她答应陪男人外出游玩 而浪漫的夜景下 两人起起坠入爱河 莉莉有些不敢相信爱情 居然会降临在自己身上 尤其是当山姆拿出那条 为她精心准备的项链时 她除了感动和惊喜外 还感觉到了心绪和不安 因为山姆根本不了解她的过去 更不值她如今的职业 想到这些 莉莉没来由的一阵悲伤 而更要命的是 另一个外国男人却成功认出了她